总听别人讲缺口不补后事如虎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以下三种缺口 才是最容易产生暴涨的顶级缺口 尤其是第三种缺口一旦出现 往往都是超级牛骨的启动点 喜欢抓暴涨牛骨的朋友 一定要听到最后 今天的内容都是干货 建议点赞收藏反复学习 今天的视频我们会主要讲解 三种特别具有爆发力的缺口 第一种是飙升临界缺口 第二种是倍量禽牛缺口 第三种是孤岛反转缺口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实战案例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种飙升临界缺口 为什么叫飙升临界缺口呢 一般是指一个强劺缺口 正好穿过了均线的集结区 随后产生了飙升暴涨 如何理解临界点 临界点这里指的是中短期均线组合 五十二十三根均线 经过了中短期回调之后 三根均线形成了凝结 这里代表的是中短线投资者成本区一致 而如果这时回调之后 六十天代表的中期均线仍然向上 说明中期趋势是安全的 然后看到一个缺口 正好突破了均线的凝结区 随后的两到三天没有出现大幅的回调 或者补缺口一般是容易大涨的 而这时我们要求的飙升临界缺口 必须是一个强势缺口 也就是当这个缺口突破了均线的凝结区之后 三天之内是不可以回补的 关于缺口的回补知识 我们在之前的直播以及很多视频都有提到过 所以缺口不补后事如虎 并不是简单的三天不补就一定暴涨 今天的第一种案例就是明确在中短期回调之后 出现了均线的凝结 然后配合强势缺口才产生了暴涨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里的强势缺口突破了四根均线的凝结区 当然我们只需要三根就够了 有的案例会出现四根 那么这里的爆发力更强 而且在强势型缺口突破了这个平台区时 强势型缺口就变成了突破型缺口 所以这个涨幅会更猛更快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缺口之后的三天 微微低调上涨 成交量连续踢量萎缩 这是经典的踢量上涨 也就是缩量上涨还会上涨 更加神奇的是之后的几乎每一天都没有跌破过五天均线 随后的四根均线成完美的发散多头排列 这就是超级暴涨股的标准 简单总结一点说 我们的飙升临界缺口只需要是强势缺口就可以 因为强势缺口只需要三天不补 而途中的案例不仅三天没有补 而且还突破了平台整理区 所以它也是个突破型缺口 并且伴随着后面的缩量上涨 这是最佳的状态 再来看第三个案例 同样的强势跳空缺口 过掉了平台整理区 也突破了四根均线的凝结区 这实在是太牛了 而且你还要注意这里的缺口是一个假阴真阳 看上去很危险 但实际上是故意做出这样的形态 正所谓假阴真阳过前锋 黄金万两 而随后的第一天大涨略微放量 之后的两天低调震荡明显缩量 随后展开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上涨 中间的回调 大多数时候只是能够到十天均线 偶尔有一次靠近二十一天均线 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强势牛股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飙升临界缺口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需要六十天均线向上 这保证了中期上升趋势 同时在五天十天二十天均线凝结时 缺口正好突破 突破之后呢 三天之内不能回补 同时如果在缺口之后的三天走出缩量上涨 是最佳形态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倍量禽牛缺口 该缺口重点是强势缺口加倍量柱 强势缺口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缺口向上启动后三天之内不补 所以途中的这个小小的缺口看上去很不起眼 但是三天之内明显没有回补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强势缺口 下面的成交量正好比前一天的红色蜡烛的量多了一倍 这就是经典的倍量柱 正所谓小倍阳大胆劲 小倍阳并不是说阳线小 而是阳线放量吃掉阴线时 对应的量正好放大一倍左右 那为什么小倍阳大胆劲呢 小倍阳也就是倍量阳或者叫倍量柱 他说明放大的量能正好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少 因为在实战中不见得有那么多缩量上涨的效果和例子 倍量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入位置 所以该图表在倍量阳出现之后略微的震荡了三天 但是没有跌破 倍量阳的实体上涨 随后展开了一轮快速的大涨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所以图中的这根阳线有一个低调的缺口 几乎过掉了前面的平台 随后的三天显然没有回补的意思 甚至这三天都在实体上涨之上 并且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 图中的量能是前一根量能的一倍左右 所以放大一倍左右又是一个小倍阳 小倍阳配合强势缺口 自然就是倍量禽牛的最佳买点 而随后的上涨也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 这个图表 其实你仔细一看很清楚 这就是MEDA Facebook在2023年的强势表现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 同样是倍量禽牛 这里的上升回调震荡之后 有一个十字星伴随着一个比较小的缺口 该缺口不仅是强势缺口 也突破了这个弹整区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突破型缺口 而且在这一天也是一个倍量的阳线 因为这个蜡烛的量正好是前面的量 以及这根音量都是二倍左右 正所谓放量到刚刚好 就是小倍阳大胆劲 而随后的股价上涨也非常强势 一路高歌猛进 涨得又高又快又强 所以这个方法的缺口 重点在于倍量阳的发现 其实在图表当中 我们仔细观察 这两根蜡烛 阳线吃掉阴线 对应的量也是正好翻了一倍 其实这也是个倍量阳 创新高 随后才出现的缺口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倍量禽牛缺口的注意事项 第一缺口当天就出现倍量阳线 记住我们的口诀 小倍阳大胆劲缺口出现后三天不能回补 同样的在缺口出现之后 如果有缩量上涨最佳 当然如果是温和放量也可以继续进场 但要重点注意最好不要出现价格涨幅不大 但成交量明显放大很多的走势 这样的情况一般中短期很容易立即回调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三种缺口 也是最容易产生暴涨牛股的缺口 那就是孤岛反转缺口 这样的缺口一般发生在大一浪上涨之后 二浪回调结束到三浪启动的初期 它往往是一个对称的缺口 例如图中的案例 左边在二浪回调时出现的向下缺口 以及右边二浪结束探底止跌 三浪启动开始出现的向上缺口 两个位置几乎是完全对称的 那么这时要提醒大家 根据波浪理论 二浪的回调一般较深的话 可以达到一浪的上涨幅度的61.8% 而如果是正常回调 大概是50%的位置 也有一些股票二浪回调较浅 可能只能达到一浪回调 可能只能达到一浪上升的38.2% 但这里要重点注意的是 两个对称的缺口就将这一段的情况 两个对称的缺口将这一段的蜡烛图表 割离出来就像是一个孤岛 这就是孤岛反转的来源 而随后的股价往往会出现 两到三天内没有回谱 当然这也肯定是一个强势缺口 同样道理 左边的缺口一般也是强势缺口 也就是说当它往下跌时 义无反顾 没有回谱 往上涨时也是义无反顾 没有回谱 这就是两个对称的强势缺口 随后产生了一轮非常强势的波段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特斯拉在2020年的疯狂大涨 图中的第一段上升是大一浪 二浪的回调大概回调幅度较深能够达到61.8% 而这里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左右的缺口是比较对称的 只不过右面的缺口过于强势直接导致创了新高 而且这两个对称的缺口都伴随着量能的非常放大 说明了在这里大家的分歧比较大 所以呢 在这两个对称的缺口位置还能看到都是强势缺口 比如左边的缺口之后三天之内明显没有回补 右边的更不用说也没有回补 随后的上涨就更加的疯狂 不断的上涨 甚至在短时间内翻了三到四倍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称缺口发生在二浪和三浪期间 如果在实战中大家能够发现自己的股票能出现这样的形态 一定要牢牢的抱住该股票 往往第三浪的涨幅会特别惊人 再来看一个案例 同样的是一浪大涨 二浪回调 二浪回调时底部筑底 这里的短期底部很像是一个三重底 根据目测这里的回调幅度 脚深最起码达到了一浪的61.8% 两个缺口明显位置对称 只不过左边的比较大 右边的比较小 而且仔细看一下 左边的明显是强势缺口 因为三天之内没有补 右边的虽然在缺口之后很低调 但是也没有补掉 说明仍然是强势缺口 而且重点看一下 这里缺口之后出现了一个阳线之后 四根小蜡烛再跟一根阳线的走势 这是一个汉堡形态 随后股价开始进入大幅的波段上涨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孤岛反转缺口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缺口出现的位置一般是左右对称 第二个二浪的回调幅度不要超过61.8%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般比较的危险 或者说明做多的能量不够强 第三如果量能也能出现对称最佳 刚才的案例大家看的很清楚 如果你的股票也出现了以上的三种缺口 任何一个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 继续看